咱们来说一说 我们学习一下怎么报备 好奇心啊 从来我们都没有这么奇怪 咱们来学一下怎么报备 事情是这样的 那因为会跟老婆说一下嘛 就是因为有时候也会聊到 就是拍了些什么戏啊 但是也会跟太太说 哎呀那个老板很不满意 非要把这些戏份 就是要再鼓拍一下 他说什么 他就哦一声就把电话给挂了 还是他哦完就甩门而去 他哦完了以后说我不在湖区 太坏了 虽然杨幂说报备了 然后说哦 但是后来有一天在他们两个人 拍亲密戏的时候 杨幂突袭现场 真的假的 没有跟刘凯威说 也没有跟唐嫣说 哎呦我要听这个事 我这个莫莫的出现到了片场 哎是好玩 对就在说完哦的第二天 对 选择是你说还是我说 这么久没有第二天吧 到时候看我就来了 没有因为经常都会互相探班 确实话真的会就是 那为什么刚好要拍那场戏呢 他也不知道要拍那场戏 懂不懂他做了功课 他就是知道的 不是因为谣言来的不是 好那你想真实情 因为其实经常会会探班 然后然后刚好有一天来探班的时候 就是拍到我跟唐唐两个人感情戏这样 对啊就是这样 但是也没也没什么 就是就是 有啦 唐唐说他可尴尬了 是 你也自己说 就是那一场我们把它给改掉了 改成脸贴脸的那一场 贴完脸之后他就要走了嘛 他走了之后 我应该就看着他走 然后眼睛里面含着泪 我们两个都是哭了那种 然后等到我这样一转身的时候 刚好可能就那个巧合 然后秘密他来了 然后等到我转身的时候 嗯 因为就是 在哭的时候眉毛也跳动了嘛 没有那个画面也蛮特别的 你知道吗 转过的时候他就很沉重的走 我想我想他那段 就是当他走过我的身边 看到秘密在摄影机后面 包括他离摄影机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 这段时间他应该很难忍 因为他看到第一反应就是 嗯 也应该会说 哎你来了 至少有这种潜台词吧 但他这段时间还得摆着 这么走出去 一直走到这后面 可是我很痛苦啊 因为我一直站在原地不动了 我就看到这个机器后面有两个人 就看到他从那儿走过去 在摸摸咪咪的头 哎你来了 然后就抱在那儿 然后 然后 然后我那时候很想笑 你知道吗 因为真的蛮好玩的 但是我那时候必须要哭 然后 然后我还必须得忍住笑 然后就看了之后 你就觉得 啊 好巧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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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演员就不容易啊 嗯 都想象不到那个画面到底是什么样啊 所以你可以情景重现一下 对啊 好想看哦 谁也杨幣啊 我也杨幣啊 你来演那个 我来看吧 这边是刘凯威 这边是唐燕 唐燕帮你倒一下 倒一下气吧 我拍不起 凯威 凯威 凯威你帮我说一下 对啊 手拉手吧 抱在一起了 从抱接分开 离别 要难舍难分 难舍难分 好了 慢慢分开 对视 难舍难分 对 回头 对 走 突然看见杨幂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没有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啊 现在她这个动作 已经是附加的了 但是刚才 那个情绪的转变 这男生演了非常到位 但是 但是秘密她 不是这样的 秘密她没有这么端着架子 她不是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一个房间嘛 她自己倚着门 她都看戏呢 你知道吗 她这样看戏 她这样 她这样看 挺好玩 因为那时候我们俩抱着嘛 然后拍完之后 她说 看老刘 我抱着脚还翘哪呢 我跟你说 唐燕 你不了解杨幂 我演的才是杨幂的内心 杨幂的内心就是我刚刚那样的状态 什么状态呀 你来给我演一下 走过来 走过来 我现在演的是杨幂真正的内心 内心独白 老婆 老婆 演得开心吗 开吵小点声 抱得还挺紧的 今天怎么来的没个打招呼呢 打招呼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一面吗 哎呀你打个招呼 我就演得再使劲点 哈哈哈哈 唐燕呢 哈哈哈哈 哎呀你都让人都放过这个凯雷啊 哈哈哈哈 哇我都好尴尬 凯雷是谁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杨幂在